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 8月15號星期四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坤仁 每天早上8點在中視頻道 為各位做直播的播出 來 台北股市 還有國際股市 還有一些重要經濟數據 都在我們節目裡面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如果你最近有看我們節目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因為昨天台股 總算占上了2萬2千點 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它就是一個洗清幅額的過程 然後我們最近跟大家提醒到的 你看你看你看 這個昨天 如果你有拿到的話 這三檔 MNCI 100% 必漲股的其中的第一檔 有拿到的 你自己看一下 有沒有盤中漲停板 如果還沒拿到 QR Code掃一下 待會再跟你說 裡面為什麼會有這麼樣強勢的個股 另外還有一檔個股 也是我說 不好意思真的拖了太久太久 才跟大家提醒 就是季底桌上的行情 不是9月才開始 是請你現在就開始 所以跟你講了很多天的萬潤 6187 有沒有看到昨天漲停板 原因就是因為這些投信的操作的手法 我太了解了 所以這些投信在做什麼事情 市場上面的主力法人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節目來好好來跟你做說明 當然還是要先看大方向 我說過很多次了 我們自己的台股絕對不會自己漲跌 美股漲 趨勢方向往上走的時候 我們台股就要跟著漲 當美股在跌的時候 台股也不會自己好 所以大方向就是只要美股不要跌 或者只要領頭羊持續漲 我們的台股就要跟上 所以你必須要先了解國際股市的動態 這個禮拜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這個禮拜真的有太多太多的重要經濟數據 所以我不得不來跟大家做相關的數據的追蹤跟解析 現在是8點01分02分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在跟大家提醒到這些內容的話 都是當天你必須要關注的重點 因為它昨天晚上才剛發生 有時候兩大報紙 工商經濟他們還來不及跟你講的時候 看我們節目來告訴你 昨天晚上公佈出來的CPI 當然今天兩大報應該都有了 因為這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是低於預期的 所以目前市場上面在看9月份降息 已經取得共識了 那看是降一馬或降兩馬 反正就一定要降 因為再不降 我講難聽一點 你再不降 你FED 你就要承受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共識的情境之下的話 最近的美股 我們最近的台股 也都有比較偏向於穩定 甚至開始走向一個回升的這樣一個過程 但是也要請你小心一下 在往上反彈的過程之中 自然有一些比較沉重的壓力 這要一關一關都要去做一個留意的 那AI領頭羊 回答昨天今天凌晨收盤 上漲了1.67% 然後我們自己的台積電的ADR的話 是小跌了1.38% 不過沒有關係 目前看起來這兩檔個股持續穩著 目前是穩居目前的國際美股 跟我們自己的台股的領頭羊的角色 台股重點我也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 我這邊標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調整 因為最近我還是跟你說到的是中小會先上 不過昨天在上漲了230點之後 我們自己的台股也來到了月季線的反壓區 所以這是你必須要 短線上面必須要注意到留意到的地方 另外的話 季底作戰行情 現在才8月你不要問我說 老師老師別人都還沒講 你在講什麼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別人還沒講 所以我才要領先告訴你 要不然你就是追高落後的指標 所以為什麼昨天的萬潤會漲停 為什麼最近的新科會漲停 連續漲三更 為什麼昨天送大家的 MSCI的100%的避漲股 會有這樣亮麗的表現 就是因為我預判了市場上面的預判 不要追高 好好的跟上我們的腳步 來 再來回來到重要新事例 因為今天已經是禮拜四了 你好不容易看到禮拜二 PPI算低於市場上面的預估值 就是表示通膨趨緩了 CPI我待會也會講 然後今天晚上還有更 也算滿重要 不要說更重要 因為真的這禮拜就很重要 所以這個今天晚上 會有出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和零售銷售 大方向來說 我們自己的四大全資股 我剛剛說過了 台積電目前是穩的 只是千金以上 就會變成是一個壓力區 所以這邊叫做是 你不用太期待 它能夠重新回來到一千塊以上 昨天開法術會的鴻海也不錯 因為鴻海它法術會的內容 也有跟你講到GB200伺服器的 AI伺服器訂單 它跟你講的重點是 小量會在第四季出貨 原本大家在擔心說 會不會有什麼瑕疵 晶片要調整 然後水冷還漏水的問題 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第四季小量 明年第一季大量 這還滿符合我們自己的預估的 所以新聞在亂報的事情 或者是之前在下跌 找理由的那些事情的話 我告訴你看看就好 我告訴你聽聽就好 因為你看 為什麼要把鴻海把它講出來 你看這裡 每股四大指數 昨天的話算是收小漲 只有廢半小跌了0.18% 月初以來的話都還是下跌 因為這個月我們經歷了 比較大幅的修正 漲多的拉回都合理 因為今年以來目前到還有上漲了 6到18%之多 甚至像是輝達 這個月也是超級大震盪 可是你看一下 如果昨天今天凌晨收盤 它上漲了1.67%的話 等於是它也把這個月 它的漲跌幅也都收復了 月初 跟你講黃仁勳在賣股票 然後還跟你講說 AI伺服器要 GB200要遞延了 可能會漏水 可能要調晶片瑕疵 可是你看到都回來了 今年以來你再看一下 這漲幅138%就是一倍多 所以我告訴你 它就是一次正常的漲高拉回 只是這一次的拉回 因為真的它太高位階了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大幅的起盤 就像我們自己的台積電 這次台積電ADR 今天清晨收盤小跌了1.38% 月初以來的漲幅的話也有2.5% 然後到了今年以來的漲幅的話 也有64%之多 漲60%的權亡 你不讓它休息一下怎麼繼續供 所以最重要這兩支 後面這邊自己供餐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必須要每天每天跟你盯著 盤面上面最重要的指標 這個禮拜不得已 你必須要盯著這些 比較屬於重要的經濟數據 PPI公佈完了 昨天是公佈CPI 然後今天晚上有你看這裡 初領失業救濟金跟零售銷售 初領失業救濟金上個禮拜還滿好的 因為到23.3萬人 算是符合市場上面的預期 也讓上個禮拜的國際股市 跟我們自己的台股 也都回穩的過程 這個禮拜今天晚上你估一下 看一下市場上面在預估是23.6% 所以如果真的公佈出來 大約在這附近的數據的話也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有任何的波動的話 我也都會在我們自己的LINE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你看早點名 或是晚一點我自己的盤中 跟盤後的LINE跟影片上面 也都會跟大家做提醒的通知 因為我每天只有30分鐘在中市 可是你可以全天後的 甚至週末的時間點 都可以在我的LINE上面找到我 來 另外零售銷售的部分的話 是上個月是負的0.3% 那這個月的話是預估會略增0.4% 為什麼要看零售銷售 因為它有35%的話是偏耐久財的產品 然後像是65%的話是非耐久財 例如像是一些比較屬於什麼 汽車 食品 餐飲 電商 甚至像加油站 衣服這種的 因為它是跟消費息息相關 美國的GDP它也跟消費相關 所以變成是說 這個零售銷售的數據 掛消費 然後消費又掛GDP 所以這也是現在目前 相對重要的經濟數據 今天晚上8點半都會一起來去做公告 那市場在那邊看這件事情 到底能不能都回到一個比較屬於正常的水準 通膨趨緩 然後就業穩健 然後不要太有失業率太高 那9月份就會來去做第一次的降息 那第一次降息到底是降1.63%的預期 或者是2.37%的預期的話 其實都還好 這個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這都是已經是市場上面的共識了 所以回來到最新最新的CPI的數據的話 是年增2.9% 算是低於市場上面的預期 所以通膨已經見到一個趨緩的過程 那核心CPI就是扣除食品和能源的部分的話 是年增3.2% 算是符合預期 而且是創了2021年的4月以來的新低 你這一段你可能會聽得比較陌生 可是我要請你也要培養這樣的經濟數據 跟經濟的直覺 因為現在目前的市場 我說過了 台股不會自己漲跌 它必須要掛鉤美股 然後最近美股它有一堆的干擾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有什麼八大利空有沒有 什麼川普 收保護費 然後什麼日圓的套利交易日圓升息 然後你還聽到中東地緣 今天15號聽說他們要和談了 到底會不會 不知道 然後還有你要聽一下什麼 薩姆規則不是阿薩姆奶茶 是那個經濟衰退 聽說很準的那個薩姆規則 可是我告訴你 那就是一個事後論 因為指標連續三個月往上升 那就本來就一定會有失業的問題 本來就會有失業率往上漲的問題 所以你再告訴我說 那個指標往上升 就表示失業比較衰退 我覺得這個也太事後論 所以有這麼多的問題的時候的話 我跟大家說過了 看我們節目 或者是你就盯著一個指標 這指標叫什麼 來來來 這叫做是VIX 還記得嗎 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這一次的VIX它下來的狀況 跟四月份的那一次不一樣 四月份的那一次 四月十九號那天 盤中台股大跌了一千點 可是你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那天的VIX快速的回落 下修 回檔 表示恐慌假的 所以很快的就回穩站上去 可是這一次多恐慌了好幾天 因為有八大利空來洗浮而而 所以我就說了 它這一次下來的狀況 你看 這是八月二號 這裡沒有看到中式的LOGO的意思就是 這是我自己的盤後的影片 那如果你有看到中式LOGO的時候 就表示說這個是中式的節目 不管是哪一個節目都很重要 來 我就說了 不一樣啊 所以這一次總算回檔下來 咚咚咚咚咚咚 有沒有 那就帶來了我們自己的股市 台股美股全面都回穩 全面都反彈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這些問題的話 你就趕快加LINE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先進廣告 進廣告的時間的時候 一樣先把手機拿起來掃這個QR Code 我再告訴你 昨天有一檔漲停板 為什麼它漲停板 還有另外兩檔或者另外幾檔 也依然看好的原因跟理由 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我覺得依然是充滿著機會的 只要不要追高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歡迎回來到財經早點的節目現場 我們每天早上8點到8點半 為各位中視直播 假設如果你來不及看到我們節目的話 沒關係 影片我會回放在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讓大家直接 你愛看多久就看多久 好好的把它學回去 上半段我們說過了 美股你必須要盯 經濟數據你必須要盯 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跟大家解析 最近的一些經濟數據的動態 算是都是符合預期 今天晚上還有出領石油救救金 還有零售銷售的數據繼續追著 來 回來到我們自己的台股 台股最近這幾天 你看到回來到22000點的整數關卡了 上一波的高點24416 只差2000點 我覺得不會很慢 所以整理之後再上 是我們現在目前的定調的方向 但是因為現在畢竟也真的漲上來之後 遇到了第一波的月季線的反壓區 所以必須要關注著量價的配合 最近有一點上漲 但是量沒有跟上的這樣的問題 昨天只有4000億 算是價漲量縮 市場在擔心短線漲這麼多了 他就會稍微休息一下 市場在看著你的台積電 你的散戶還在買 他就不願意拉 主力很聰明 他就看著你什麼時候散戶不愛台積電 就帶他上去 基本面沒有問題 基本面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問題在籌碼面 所以你會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第二點 是第二季的上市規的財報 正式公佈完畢囉 他真的是獲利是超預期啊 我這裡的數字給大家 我直接給大家看這個來 工商跟經濟的頭版頭條 他們都在講這件事情 上市規的獲利第二季衝上了9000億 然後純益創新高的有89家 EPS創新高的有58家 然後另外你看到的是 他算是今年以來的 算是歷史的第六高 然後同期以來的第二高次高 這麼棒的台股 這麼棒的獲利 這麼棒的基本面 可是就得要跟著跌啊 所以跟著跌的原因 他就是來自於國際股市的影響 所以你不得不盯 另外一件事情是自己做上任養股 我們也請你用看大做小的方式 趕快跟大家做一個一個 來去做一個溝通 來 這裡 我說為什麼要看這裡 就是在 你看有沒有發現 這是黃色的季線 昨天這邊綠色的線的話是月線 所以他在反彈了 大概2300 四百點之後的話 就在這邊去做一個修正 去做一個拉回 去做一個測試反壓的動作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在這一波下跌的時候 你知道看到VIX在回穩的時候 可是你如果還在恐慌還在怕的話 你就是錯過這一波的行情 就如8月8號 我都喜歡講這個 父親節不是天天 不是只有父親節才過的 你必須要天天的關心你的家人 那天盤中下跌了五百七十幾點 我說啦 你如果下到你就輸了 因為我看到的狀況是送分題 我看到的狀況是台股破低點 可是期貨沒破低 有人在偷買期貨 有人在期貨做多 只是你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看到這件事情 我趕快告訴你 用LINE 盤中及時通知 不要擔心 不要害怕 因為你看到 他就是有人在做多 當然你沒有做期貨的人沒關係 你至少不會擔心不會害怕 不會嚇到就輸了 所以你看啊 背離之後就強彈 強彈400點 本波上 就從那天開始漲了1000多點 所以這就是 不要砍在阿呆股的這樣問題 那當然如果以這一波 我說現在目前的問題的話 是在於籌碼面上面的問題 然後月線的這個壓力 你就必須要去做面對 那也如我們常常跟大家說到的 我不要你做跌破1000塊的台積電去撈底 因為它會在那邊跌多久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知道的台積電它就是這麼好啊 它就是今年受惠AI 明年繼續成長 明年的EPS看50塊 後年再好一點的話 可以看到70到75 所以你乘以20倍本益比 你就應該看到1000塊台積電 只要沒有到1000塊 我都認為委屈 可是沒有1000塊 我覺得你先不要買 因為台積電好 它的相關的受惠的股票 它指引出來的產業 它下單 比方說像COAS 比方說像是先進 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你看那饒舌的東西 每天都要跟你講這麼多這麼多的 重要的資訊 然後你會看到像細光子 這些都是真的趨勢成長 跟著台積電 跟著AI 所以你就先看這些受惠股 所以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台股穩了繼續往上攻 星雲漲9% 紅素那時候是1690塊 我跟大家說過了 1690這個數字記得一下 再往下看下去 來 這是前天禮拜二 然後你就看到 智盛也漲7%多 均豪也漲7%多 當然我現在不是跟你亂槍打鳥 而是跟你說你就是盯著這一群 這些股票它一定會比台積電強 會用輪漲輪動的方式走 因為一漲上去 可能就會有一些短線客 可是一回落的時候 就展現出來的他們的成長動能 然後就股價是上去了 然後再給你看一下 剛剛我們說的 紅素1690上個禮拜五 然後你再看一下昨天 紅素直接公佈答案 你看到1800了耶 1690到1800 當然這是千金股 高價股 可是我告訴你 這就是台積電受惠股 會有的表現 右邊是旺席 旺席昨天也漲了9% 我自己在我的LINE 我自己在我的YouTube那邊講 是260塊的旺席 然後我們自己幫大家 幫我們自己的家族成員 團隊會員 把他挑出來的時間點的話 就那時候300塊以下賣 這都翻倍了耶 現在行情在震盪 可是我們自己在爆波段 所以不用擔心這些短線上面的波動 那我這個觀念的話就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你只要不要追高 像這種新科 昨天漲停板 我再次重申 現在目前為止的新科已經變波動比較大了 這種波動太大的情境之下的話 可能不是那麼好追 但是如果你有看我們節目 這是中市有沒有 中市LOGO就是中市 7月22號漲到現在以來的話 已經43%了 43%耶 台股在跌耶 可是這些台積電的受惠股在漲耶 然後 但是不要追高啦 我講過很多次了 那是不是高 或者是股票有什麼問題的話 加LINE一下沒關係 再來這檔個股 我就說了 我講了好幾天 我要跟你講的觀念就是 祭底作戰行情 你可能現在只有聽到我在說 可是我告訴你的一件事情是 我看得比別人遠 我當然現在就提早告訴你 否則你看到什麼9月的時候 你才看到報紙跟你講 祭底作戰行情 你在開那個新聞台 在跟你講祭底作戰行情 那都在追高啊 我沒有跟你說 來 這是誰 萬潤 這是哪一天 8月9號 8月14號 昨天又再講一次 我說了 因為投信 他去買了之後 結果一買 我告訴你 現買現虧現跌 結果這個投信 我來模擬那個情境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來 他就被他主管定了 你為什麼你買下去 就直接給我連續跌五天 連續跌六天 你的績效獎金要不要 你的位置要不要 所以投信也會被定 因為這次真的是好壞 通殺 所以他們在做的事情是逢低 我發現說 就沒有問題 就真的是因為國際股市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敢在這邊 去做一個逢低的加碼的動作 投信的操作 我很了 因為他們在做的是分批布局 不是像一般那種人跟你說 給歐印給我下去 然後我要拚 我要賺大的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 買下去之後 8月9號的時候 我都跟大家說過了 然後你再看一下 最新最新 來 這就是 這裡 現買 現跌跌跌跌跌的 萬潤 還有現買 跌下去之後 繼續敢加碼的投信 還有 這一波上漲以來 這叫做是46% 46% 波段漲幅來到四成 台股在跌 它在漲啊 台積電 報名牌 操作 看它做小 護國神山 指方向 有沒有聽我每天每天跟你唸 有沒有每天每天在那邊碎碎唸唸 你有沒有停進去了 很多很多的觀念 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再順便跟你講一下 昨天的投信 叫做買超1700張 為什麼 8月9號再看一次 為什麼 投信也會虧 他們敢逢低加碼 你敢不敢 如果你敢 跟著我們做 來 不要追高 帶你領先卡位 還有最後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MSCI 在昨天前天 對 前天的時候公布了 它會在公布後到月底才去做生效 所以生效日之前 這些股票 他們都會有低階的買盤 因為預判那些MSCI的資金的預判 所以逢低買的資金就進來了 然後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幾次的觀念 有那個漲30幾%的 然後有30%的 然後有漲16%的 這些個股都會有 都會有那些被動式買盤的 最後一天進場爆量之前 的這種預期的心態 這個觀念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現在這時間點叫做是 誰看得更早更遠 誰就可以更領先的卡位 所以我才會說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 跟你講這麼多的一些資訊 經濟數據 然後美股 你會覺得跟我們台股有什麼相關 就是有相關 台股就必須要跟著他們走 所以MSCI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14檔個股 如果你覺得太多 不知道如何挑的話 沒關係 我也說我昨天就分享給大家了 三檔裡面已經一檔漲停板了 哪一檔你昨天有拿到的 你自己看一下 有沒有騙你 有沒有蓋你 如果你還沒拿到 沒關係 把LINE加起來 什麼要QR Code 然後你只要幫我留言100 那我就會來趕快來分享給大家 節目最後一樣跟大家說 台股加油 我們加油 大家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為了